你有见过在古代拿枪 公堂上直接查人的吗 张老爷 这女子状告你买凶杀她母亲 烧她房子 可有此事 一派胡言 此女子 乃是死在来福客栈小二的妹妹 所以 她有理由怀疑你 大人 我是冤枉的 说我杀人 怎么可能呢 您看看 我这手 是想杀人的吗 哦 嘿嘿嘿 这个手细皮嫩肉的 别说杀人 恐怕杀鸡 都不可能呀 大人英明 大人 不是他亲自杀的 必然是他买凶杀的 本官要你来提醒 你说他买凶杀人 证据呢 还是说 你看到了 我没看到 但 但是 仅仅因为有仇 就可以判定刘老爷买凶杀人吗 如果都这么判断 那岂不是以后谁死了 和他们有仇的 就都有罪 当时是白天 肯定有人看到他的人作案 请大人派人调查 一定可以水落石出 大胆 你这是在交本官做事吗 我看就是天干物燥 你家不小心失火 小丫头 你老实说 是不是来额钱的 对对对 丫头你早说啊 你这么可怜 死了哥哥 又死了娘 家都烧没了 本老爷可是大善人 给你钱就是了 够了吗 孩子 好了 退堂 果然 衙门给不了他公道 还是得自己来 这张老爷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就死了 还有刚刚的巨大声音是什么 这这便是公道吗 谢谢你秦公子 还真是难为你了婆娘 看来今天必须得去请个丫鬟才行了 秦公子 奴家愿意做你们的丫鬟 愿意伺候公子和夫人 是你 你怎么来了 我看到了公子 也看到了张老爷的死 多谢公子 为我哥哥和母亲报仇 我收了你十两银子 已经等于卖身给你 别这样丫头 我婆娘会吃醋的 就在我们这里做丫鬟吧 你不算卖身给我们 每个月我们也付你一两银子 秦公子难道是看不上奴家吗 你若是不答应 那这里就不让你做丫鬟了 我答应 多谢公子 多谢夫人 对了 还没问你叫什么 公子 奴家叫小桃 小桃 你拿着银子 把能买的调料 家里都备齐 走 婆娘 跟我去咱们店铺看看 公子 有件事 我想跟你说一下 好 你说吧 昨天晚上 有人找我 要我把咱们工坊的农药配方卖给他 这个问题 我考虑过了 你不用担心 短时间内是不会泄露的 等时间久了 我们的秦市农药铺 已经打出名声 形成了品牌 就算出现了 伪劣冒牌产品 也就不足为虑了 伪劣冒牌产品是什么 总之这是 你不必担心 我自然是有办法应对 还有就是 咱们店里的迪迪味已经卖完了 一万瓶不够卖啊 汉子 迪迪味是什么 是我给农药起的名字 我会想办法 让工坊尽量多生产 你统计一下 大概一天的需求量是多少 福基亚 那仙人当真厉害 你可知那农药被他弄出了几天时间 长安的蝗虫灾情 就已经得到了控制了 陈一开始就很相信他的 只是陛下为什么不以朝廷的名义 来农药治蝗虫 反而让仙人用意做生意 那毕竟是仙人弄出来的东西 真不好索取过来 对了 这件事 真怕会有人暗中捣乱 如果有麻烦 你最好能帮一下 陈明白 还有 万年县县令 有贪腐行为 你让长安府尹好好调查一下 对了陛下 您不是说 想把仙人拉来 给朝廷做事吗 不错 朕正打算去和仙人说这事 他这样的人才 朕必须拉拢过来 不一会儿 李二就请秦憨子来到了饭店 仙人 您这农药 确实是治蝗虫的妙招啊 老哥 没让你失望吧 对了 今天请我吃饭 是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就是想聊聊 对了 这秋威快到了 您不打算去考个功名 以您的才华 做个官 岂不是造福百姓 老哥其实不瞒你说 我的文化水平 其实是很高的 当然 我说的是数理化 可这科举 考得好像是秀才 明镜 尽是这些科目 我对这些 几乎是一窍不通 怎么可能去考科举 你有能力 如果做官 不仅能造福百姓 也能避免许多的不公啊 秦憨子听到这话 陷入了沉思 因为最近碰见的事情 确实让他看到了很多不公 李二健壮立刻趁热打铁 如果老弟你愿意 我可以让长安府的福音 推举你去参加考科举 老哥你还和长安府府隐认识 算是有点矫情吧 这事我考虑一下吧 随后两人又聊了一会儿 秦憨子就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给长乐说了老哥 推荐他参加科举的事 其实我也觉得 你若是有个功名 或者官身 或许会好伤一些 不仅仅对你自己 对我父皇接受你 也有好处 哦 你是说我若是有功名 有官身 就能解除你的难处 好吧婆娘 我试试 我尽量想办法 获得一个功名 哈哈哈 处罚新任务 考取功名成为举人 任务奖励医疗箱一个 失败处罚赞无 居然失败 没有惩罚 系统难道 这是看不起我吗 公子 要做晚饭了吗 这么一说 我还真饿了 调料都买齐了吗 弄好了 市面上所有的调料 都买来了 还有菜籽油 好 今天本公子亲自下厨 让你们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菜 不一会 秦憨子就在厨房 倒扑了起来 一盘盘色香味俱全的 美味佳肴被端上了桌子 好吃好吃 太好吃了 憨子你太厉害了 小桃你也坐下来吃吧 公子 您真是厉害 居然能用这样的方法 做出如此美味 那当然 其实吧 我原来所在的那个地方 好吃的可多可多 有中餐 西餐 火锅 烧烤 麻辣烫 很快时间就来到了晚上 我又来了 夫人 听您声音 是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不是 很舒服 喜欢一个是不是 标识你 我今天ivat梦